哈喽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又和大家见面了 那么今天小王给大家带来的是一辆 EV科技盘的C型房车 那么可以看到它额头是偏大的 车高的话应该是在3米2左右 配置说实话还算比较高 然后车长的话 难排C罩 没有超过6米 前面这里试电接口 它不像其他车型 坐在侧面 它是坐在这个部位 然后下方的话 有一个电动的伸缩踏板 然后在车身的 这个后部 这里是有一个储物空间 然后侧面的话 是有两扇的这个外推窗 侧面制央棚 然后外置领域器 重力加水口 这里面是有一个外置的 抽纳厨房 但是它没有灶 后爬机 然后有一个自行车架 车身左侧的话 它是有三扇外推窗 然后这里的话 是非常大的一个储物空间 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能够爬进去 各把人或者是两三个人 基本上都行 然后往这个侧面 它与后部的走空间 是贯通的 也就是说 你放一些什么小件 可以从这个侧面来放 然后这里是一个 逆变器的散热口 下方的话 是一个家用变频空调的 一个外极的散热口 这里再补充一下 这个车颈的话 是有500瓦的太阳能 然后可以看到 装了一个洞中通的 一个卫星前线 中门的话 这里是带一个中砂门 内门的 电动升速 老板可以自动的伸展出来 然后来到车里面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驾驶室 说实话 这个橙色的话 这还是没有在做卫星的情况下 橙色感觉起来 还是比较新的 然后这辆车 它是一个3.07的柴油发动机 匹配的是一个6速的手动变速箱 它的扭矩还是比较大的是 琴克里面扭矩非常大的一款 能够达到400牛油的扭矩 然后中间的话 是有一个导航的中控大屏 主架是带安全气囊的 上部的话是有一个建设 这个建设的话 怎么可以看到 打下来 还就是一张额头床 内部的空间比较大 基本上睡个两个人 完全无压力 它的宽度的话 能够达到个 这个1米5到1米6的宽度 这个横向的长度 可以达到一个2米左右的长度 然后在驾驶室后部 这里是一个U型的沙发区域 平时的话 它也可以把中间的这个升降桌降下去 形成为一张床 然后的话平时三两好友 坐在这里聚餐 喝酒喝茶都比较方便 侧面的话 所有的这种窗户 同样都是配备有 防纹和隐色内窗 但这个地方可能到时候要调整一下 然后上部可以看到 是有一个家用便秘空调外接 家用便秘空调 相对于其他的车型的 空调的内型来说的话 它在我们房车上面 它制冷效果是比较好的 然后能耗也是比较低 然后可以看到 惠客区的这个上部 有一个九宫格的景灯 这个的话增强了整车的这种氛围感 在车尾部 左侧的话 这里是一个子母床 下床给我的感觉宽度 应该是在一米四到一米五 睡两个成年人无压力 上部的话 基本上睡单个的成年人 也没也没什么太大压力 所以这辆车 它是相当于四卧 睡四到五个人 五到六个人 其实起一节都还能接受 左手边的话 这里的话就是卫生间的区域 这里面的话 带有一个固定的马桶 然后镜子里面还有一个小的鞋肉盆 伸缩室的鞋肉龙头 然后侧面的话 还有这应该是车主后家的一些小的置物架 毛巾架 车顶上方是有一个双向的换气扇 整个内部也都是做的防水 然后往前的话 这里有一个剪割机 可以看到旁边还有这个麦克风 然后下方的话是有这个 这应该是工放 然后机威机这种 所以说原来的车主应该是比较喜欢娱乐 比较喜欢音乐的这个车友 然后下方是有一些储物空间 往前就是它的一个厨房区域 这个厨房的话台面还是比较大的 而且它采用的是这种大理石的台面 就是说卫生啊 清理啊 或者是它使用的过程中更加耐磨耐用 然后采用的是一个小的花散 然后有一个至高的这个电磁楼 下方的话 这应该是108升的一个冷冻冷藏风区的冰箱 然后这里的话 还有一些小的空间 这辆车的话也是配有燃油暖风的加热器 然后也就是说 也能够保证到冬暖夏凉 上方的话还有一个报警器 这个应该是氧化碳或者是燃气的这种报警器 储物空间 前部有一个这个紧直的换气扇 再看一下吧 说到这里的话 这个位置是它整个中控的区域 采用的是一个纽福克斯的3000瓦的立面器 配备有800安时的一个电池 然后水箱的话 清水箱是180升 灰水箱是80升 所以这辆车给我的感觉就是水电够用 然后布局的话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款重床版 那么这款车型的话 行驶的里程数应该是在2万多公里 不到3万公里 然后经过我们一起检测之后 各方面的功能也都是能够正常使用 现在的话它是19年 19年多上的牌 现在不到三年的时间 那么车友们有什么疑问 或者是更多更好的建议 欢迎在小黄的视频下方准备 或者私人小黄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